愿主与你们同在,愿与你的心灵同在, 攻读圣马古福音,祝愿光荣归于你。 有一天晚上,耶稣对门徒们说, 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,他们就离开群众。 耶稣已经在船上,他们就载他走了, 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。 忽然狂风大作,波浪打进船内,小船就积满了水。 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。 他们叫醒他,对他说, 老师,我们要淹死了,第一,不管吗? 耶稣醒来,斥责了风又对海说, 不要坐声静下来,突然间就风平浪静了。 耶稣对门徒说,你们为什么这样胆怯? 怎么还没有信德呢? 他们非常惧怕,彼此说,这人到底是谁? 连风和海洋都听从他。 这是基督的福音。 基督我们赞美你。 今天我们看到的福音来自马尔谷,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读经。 耶稣平息了狂风大雨。 这里有一个非常细腻的描写, 说呢,在这一切的一切发生的时候呢, 在狂风暴雨的小船内, 那个小船就快要沉下了, 被淹死。 耶稣呢,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。 这是其他的福音没有的描述。 那耶稣他能平息我们人生的风浪。 那我们的人生的风浪代表着什么呢? 有很多,比如说经济上, 我们也许面对了一些瓶颈, 在工作上,可能我们丢了我们的这份工作, 我们的这个薪水,收入缺乏了。 于是呢,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风浪。 又或是呢,我们的最亲爱的家人生病了。 耶稣,那个医生告诉我们, 检验出来的一些病发, 告诉我们,我们的亲爱的家人得了病。 每一位家人,每一位做孩子的都要负起, 照顾老人家的责任。 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打乱了。 我们原本的这些风平浪静的生活呢, 因此被搞乱了。 又或者是我们最亲爱的我们的亲戚好朋友, 或者是家人突然间去世了。 这也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风风雨雨, 风浪非常非常的具有挑战。 那我们面对这一切风浪的时候呢, 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? 我们看到的是耶稣, 他都跟门徒们在一起, 在小船上。 但是呢, 为什么他们却害怕, 却胆怯呢? 感到非常的惧怕。 他们告诉耶稣说, 老师, 我们就快要死了。 你不管吗? 耶稣他不管我们的生死吗? 他跟我们无时无刻的在一起。 有人说呢, 当一切都风平浪静的时候呢, 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耶稣离我们在一起。 当我们的经济, 我们的工作顺顺利利, 身体健健健健康康, 家人平平安安。 我们就会感到幸福, 就会来教堂, 我们能够侍奉我们的主。 但是呢, 当我们的生活, 面对了瓶颈, 当这些的一切风浪来临的时候呢,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进入了恐惧当中, 我们的信德到底哪里去了? 所以呢,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的教友们呢, 在面对这些风浪的时候呢, 就会失去了自己的信德。 也许你会听到某些人, 你的同事, 然后非教友, 告诉你这个算命先生很灵的, 你不妨去算一算你的命, 又或者说这个庙, 这个庙他们求的这些签, 或者是这些扶水, 喝了之后会身体健康的, 不妨去看一看, 就去喝了, 你的信德到底哪里去了? 又或者, 他们说, 为什么我们在面对风浪的时候呢, 我们会感到惧怕, 有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, 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错了, 我们把我们的心理学告诉我们呢, 我们的焦点, 我们的注意力, 如果是放在一个点上呢, 那个注意的焦点将会越来越膨胀, 就越来越增加扩散, 所以呢, 在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, 如果我们的焦点放在问题的身上呢, 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问题就越来越大, 甚至大到无法掌控, 我们就会感到惧怕,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?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回在耶稣身上, 是祂能够平息风浪, 是祂陪伴着我们, 在我们人生最低谷, 最无法面对问题的时候呢, 祂才是我们的天主, 祂有能力, 因为连风跟海洋都听从祂, 祂是能够我们依赖的主, 那我们必须信靠祂, 特别是在我们面对问题, 面对挑战的时候, 曾经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, 一个人他在他临终的时候呢, 天主给他看到了他的一生, 就像是在海滩上的两个脚印, 他看到了在他风平浪静, 一帆风顺的生活的时候呢, 在沙滩上映着的是两个脚印, 天主与他在一起, 一起走, 一起面对他的人生, 那在他感到无助, 最风面对生活的苦难的时候呢, 他感到愤怒, 他询问天主, 他说你看这个沙滩上, 在我面对生命中的风浪的时候, 为什么只剩下一对脚印, 你不与我同在了吗, 你舍弃了我, 让我自己一个人肚子去面对问题, 面对挑战, 我都快沉死了, 我都快被淹死了, 怎么你还见死不救, 你不管我吗, 所以呢, 他听到了天主的一个声音, 平静地告诉他, 说亲爱的, 你再看一看, 这一对脚印是我的脚印, 是天主背着这个人, 面对了他的生活的一切问题, 只有天主在, 一切都风平浪静, 那为什么我们还感到惧怕, 还感到无助, 还有感到孤单呢, 那因为我们的问题, 我们的作业点放错了, 放在问题, 放在风浪当中呢, 我们看到的就只有风浪, 我们是无法面对问题的, 但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, 耶稣呢, 他无时无刻地都与我们在一起, 他是他背着我们, 在我们人生最低潮, 最低谷的时候呢, 完成了这一个最难走, 最艰辛的这一段路, 所以呢, 让我们弟兄姐妹, 在面对我们人生中的这些, 风与雨, 面对风暴的时候呢, 让我们要记住, 是耶稣平息了我们的风浪, 只有与他风与同舟, 那我们才能风与无助, 让我们的生命, 有着耶稣的灵灾呢, 让我们再也不感到惧怕, 让我们能够更勇敢, 更努力地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, 大大小小的风浪, 我们下一次看,